這個題目很久沒說了 我本來不想說 我真的不想說 你一定要我說 可能他覺得會辣慶我 他覺得可能會生氣 但我真的不生氣 我不知道現在那些年輕人想什麼 有人在慕容的群組說 五仔跟希哥有什麼關係 然後說兩個互相曝光、互相宣傳 然後有人說女的雞,男的叫雞 我本來也不理會這些 你口再賤一點也聽不少 你們有什麼要說 你們從那時候說電子雞開始都是說這些 崩口人才寄崩口碗 有些人沒頭髮的 你說他沒頭髮就不開心不高興 有些人是洗黑錢的,你說他是狗犀 他自己崩口人寄崩口碗就覺得不高興 但是你說什麼?說希哥是雞 不用叫雞 我又不是他又不是 沒事的 純粹覺得你很懶無品的 你真是很懶無品的 你還有些什麼要說 你上次說呼符How much? 你又說自己想問價 裝了有為青年 你今天又打自己嘴巴 你本身是一個仆街 你就是仆街 希哥那些衣服不認識 你說五仔經常吵咎你 你說吵我OK 不要緊 希哥不是經常出現的 在我的影片中 說你的題目都是很少的 一條起兩條子 他都不是有什麼意見 所以人家說 那個說希哥是雞 那些是網友的 我控制不了 吵你老母 貼那張照片 然後又說什麼LOL宣傳 那些什麼 很多網友傳給我 跟LOL無關的 主要是他留下了下面 就是說希哥是什麼 說吵仔是什麼 這樣 這樣看得出這個人 人格就有問題 一向都是這樣說的 他自己只是繼續做一些 去證實 我說的東西是對的 那希哥就好笑 他在IG上發了一些照片 我發了慕容那張貼 他說 你又要露我們的名字 但是又阻止了我們 為什麼呢 現在 其實你現在是阻止了希哥 但是又貼一張圖出來 說他是雞 但是問題是 你是不想讓他看的 你是阻止了他 你是在他不知情底下 跟你的follower 全世界 全網絡都說 我跟他的形象是這樣的 這個年輕人是斜的 所以真是歪的 沒辦法 正常人都是這樣的 無論你們 常常說你們的慕容軍 怎麼吵架我母仔 或者連登仔 怎麼吵架我母仔 說母仔 吵你了 我有沒有做這些事情 我會不會在IG上單單打打 跟你說 這個健身禮品很棒 下面就貼一下慕容哥哥 皮黃骨獸 吃白粉 我不做這些事情 做這些事情做什麼 證明自己是個黑人 那他就完美證明自己是個黑人 那這些不用說 他自己認證 他自己出來認證 I am poor guy 他品衰就全人都知道了 他還沒發生這些事情我都知道 所以不然他一邊說這些 我不一邊說這些 那希哥 就在IG的story上貼文 他說前輩見得多 他沒見過那些人 你又要提我的名字 但你又要block我 做什麼呢 現在 他又不會像其他女生一樣很生氣 經常說電子雞 有些女生應該很生氣 那可能某些女生也會有少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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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崩巧人記崩巧碗 他們都會拍一些性感相 那拍性感相 自己本身已經是大膽了 你要不管那些人怎麼看 然後才夠膽去拍這些相去賣錢 那我自己沒有看不起的 說真的 這個女人 青春的時候是最漂亮的 不是青春的時候 流線拍九十歲 那個阿婆的時候才來拍嗎 傻的 所以我覺得那些女生 青春漂亮的 其實無時無刻 任何年紀你覺得自己漂亮 你都可以拍照的 有什麼所謂 這些人是自由 你說賣不賣錢 有人不買 那他就賣了 正當生意的 你說他自己裡面有些什麼 古靈精怪的東西 又說多少錢多少錢 那就另作別論 那些就叫做不道德交易 但是就算是 又如何呢 那別人都不是 別人不是先 別人就是賣相 你說跟那些 以前的年輕模 模特兒 yes card 那些明星有什麼分別呢 但是為什麼一定要說是電子雞 你為什麼要先侮辱別人 這個就知道他們那些年輕人 吃不到的 鮑魚是雞的 這些年輕人是這樣想的 全世界都是雞 可能包括你媽媽也是 你不會診你媽媽吧 今晚你記得要跟你媽媽說 剛剛就說那些女生 只不過是在網上賣相 你們說她是雞 我就說 喂 就算某些女生真的出來做 根本上你整個尖沙咀的某些大廈 銅鑼灣那些香檳大廈 好多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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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別人擺 那些擺明是雞 不是你猜它是雞 那些擺明是雞 雞的又怎樣 你走到某籃街上海街 你會走上別人的馬欄 咬別人 你是雞來的 你夠不夠僵才行 你會不會做這些事情 為什麼你那些真的做的 你又不說呢 人家那些娘家婦女 你又侮辱別人是 那就證明你那些年輕人是仆街 你還有哪有第二句話要說呢 你這些就是慈窮 你覺得 侮辱一個娘家婦女 是作不道德交易的性工作者 就是一個最大的侮辱 對她來說就是一個侮辱 但我告訴你不是 這是你自己侮辱你自己的人 你是親身認證你自己是一個欺人 人家是不是做那些事情 人家是不是那些身份 不是你一句半句說完她就是 但是你說完你是欺人 肯定是 肯定是 大家都認同 你貼一張照片出來 然後LOL下面寫什麼 五仔叫雞 阿希哥是雞 傻了 怎麼會你說完我們就是呢 你是 你是欺人 我們大家都知道 其實很奇怪 他有這樣的性格 很明顯 他有這樣的性格 是完全可以解釋到 他之前說為什麼被人封殺的 你明白 我當別人斷你衣食是真的 我當他是真的 我不知道你是否支持 還是有人斷你衣食 我先當他是堅 我覺得你也是該死的 你看看這個格子 你現在是什麼人 你知不知道 你其實是一個大罪之身 是啊 你在台灣一回來香港的時候 是有警察會找你的 是一定會找你的 還有呢 我想說 不是就是Rose Ma告你 我看你裡面的影片 有 Dear 又有 夫婦 是不是 他很多影片 那裙是他開的 其實我覺得Rose Ma對你已經是 很仁慈的 你比起我是他 因為我不攝氏 我不攝氏 你不是五仔那些片 不是希哥那些片 我們不攝氏 我們吃花生而已 你有多少我就說多少 我覺得這件事的法律刑責是應該 是要拘捕你的 事實上 喂 之前在泰國 有人投訴那間餐廳 說拘捕那間餐廳 當員工是奴隸 都被人拘捕 坐著 現在在基劉所 要上庭 兩年刑期 然後罰款五萬 我不知為什麼 你可以用別人的私人影片 不穿衣服的影像 大哥 好多 不是一個半個 玫瑰瑪那些 哇 陸兒那些也是 然後夫婦那些也有 你是用他們的名字擺上去 喂 這些 一起來告你都可以 你說要capital 要證據 我有 我有 如果有一天 Rose Ma要告人 我覺得不只是Rose Ma一個告 是要拘捕陸兒 拘捕夫婦 如果真的不夠證據 不夠capital 我覺得網上很多人都給你 你們沒有不夠不齊 五仔都會有 一起去告他 是啊 毀磅也好 色情影像也好 什麼都好 我覺得 香港警察總有辦法 香港警察要挫你一條罪有多難呢 好像龍心那樣 你車裡面有一支屎巴 什麼來的 你慕容 要抓你的小孩很容易 我不相信你可以永久居留在台灣 我知道你現在懂得一件事叫低調 可能要回來香港 不知道怎樣 你都懂得低調處理 不會告訴別人自己在香港 我肯定你是 所以我覺得 Rose Ma對你很仁慈 喂 要抓狗你又多難呢 跟台灣那邊報寸 入境處也好 或者在台灣找當地人報警也好 喂 有人搞這些事 在網上 台灣那邊很嚴 你自己在那邊打遊戲 你都知道 你在那邊吵人老母 你都被人拘捕 都被人告誹謗 你不是說一句屎人老母 那麼簡單 你拿別人的影片出來播 你拿別人的影片出來瘋傳 你說這女兒 在吃雪條的那個是陸兒來的 這女兒被你講過的那些 全人報在上面 有了片 是不是 有條片 夫婦在騎馬 不是我說的 我看到是這樣 我想當事人也看到 所以我覺得他們對你很仁慈 要抓狗你有多難呢 台灣是不是不認識人 喂 有些觀眾看不過眼 但如果慕容那件事 如果在台灣那邊需要法律援助 要有人報警 或者需要一些平台去說 有個香港人走了去台灣 這樣他可以幫忙 其實我這邊有很多這樣的線 你們找不到人可以隨時找我 沒問題 我覺得這些人 做一天不在就社會之福 我一開始對你真的沒什麼事 你看到有些傻瓜 就笑一下你 但你做一些傻瓜 才是陰濕的 那怎麼辦 整個story出來 說什麼 LOL 隱話 就說 打機鋪 下面說 吳仔和希哥什麼關係 一個是雞 一個叫雞 這樣 做什麼傻瓜 啊 好傻瓜 好傻瓜 你騙我 那些人說要告你的 我就幫忙 你就多了一個敵人 本身 我幾個星期沒騙你 我真的很奇怪 為什麼你又要走來騙我呢 你明知道我一定會屌你的 你明知道你是欺負我 你這麼聰明 你怎麼會猜不到呢 你又猜到我會屌你 我又猜一下 為什麼你要我屌你 我是這樣猜的 就是你這個仆街 那個慕容新世界 那條frog 就高度告訴別人 我接下來要拍frog 拍開箱 買了什麼 很貴啊 什麼 說那樣東西吃水很深 你到底想找回那條片 不能見了 你這個街上兩天 那一萬view都不能夠 你不要找我比較 笑究竟人家一萬view 不能夠 不然現在的片全部都不能夠 你只有我 我不夠 我的片還在 我不會覺得很小view 我服侍了一千個觀眾 就一千個 一千個整個學校不夠多人 是你們這些大街 不能吃細米 好像屎來母之流 哎呀 你到底道歉那些 本身全部都認得利 啊 刪了刑理 我不是賺錢的 這些東西 什麼都不是賺錢 那接著 阿慕容想賺錢 但是賺不到錢 你到底拍一條frog 沒有人看 很賺低啊 怎麼擊 我不知道你多少萬 總之你是pivot了 私人了 不讓人看 那當然很賺肉酸 說之前的片九十幾萬 講究人家那些什麼 陰謀論 然後拍一條frog 蘇子的樣子出來 嘩 吃水好心啊 這條片吵到 糟糕 你無心拍就不要致拍了 那些垃圾frog 人家那些 剛剛新進的youtuber 有心機拍得比你 多多聲 你小時候 打機到現在什麼都不會做 只會吹花仁 吹花仁拿名氣 然後好像自己很紅 吵人家說的 慕容啊 又不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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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個 我跟你豬死的同行 以後的廣告給我 現在沒有這支歌仔唱 惹花了 之後又說 開個假帳戶 叫人pay me 給他 給他錢 我不知道你現在怎樣 有沒有人敢繼續給你 有你也沒有空 搞什麼屁股鬼 我不知道是否因為我講完 然後他會出兩條Gameplay 然後會多些人看 不想點擊這麼難看 或者有些新的東西推出 所以先在Story上貼一張東西 然後就說 吳仔和希哥 吵你老母 一個雞蟲 一個做雞 唉 不要那麼幼稚 我吵你也不會是因為那些東西 然後我澄清 不吹 我一句都說了 你講完我們不吹 但你個人認證你是一個喊人 這些是大家都看到的 那我猜就猜 為什麼你無端端要殺我呢 你明知道我會吵你了 純粹你的人就是黑吵 因為你要藉著我吵你 吵回紅利 讓人關注你 你想著這樣 有人會看你的片 其實不吵關係 你這個混蛋是屁股撞棍 我那時候也在研究 為什麼你拍片出來 這麼吵快 升得這麼吵快 我以為你知道 什麼的網絡很厲害 原來你屁股撞棍 你什麼吵都不懂 你什麼吵都不懂 想著這樣怎樣 吵完我 然後讓我吵你 沒有的 不會的 我吵你不紅的 你就是搞個大J哥 你搞個靶子嗎 所以說這個人 是低致的犯罪型人格 幸好你真的遇上過 完全是不會介意這些事情 你可能會以為 蛤 說你那個 是不是女朋友呢 說你女兒是雞 你就會很生氣了 唉 傻仔 真的傻仔 傻仔一條 你連跟我做對手的資格都沒有 我不是要跟你做對手 我純粹是拿你的事情出來評論一下 評論這麼簡單 我不是想跟陳同佳做對手 我不是 你看到有這些社會事 你就要說一下 喂 你不妥對 你不妥當 你這個社會再多你一個人 對這個社會有害 純粹是這樣 你以為你跟我鬥嗎 當然不是 你只不過是一宗新聞人物而已 所以一百無叫陳同佳去自首 其實我現在都很想勸你 你自首吧 慕容 你自首吧 你是不是不夠愛 你屈在台灣幹什麼 你打算承受不回香港嗎 我看Rose Ma的相 她起碼都走過眼運了 你說看相來看 你說看相佬看你不夠三十歲的命 那看你的樣子就知道短命總 人家都懂得看 皮黃骨瘦你 都不知道是不是有什麼不良嗜好 在那裏裏裏裏裏裏 不是哪有這樣的身形 那你看看Rose Ma的大隻 也好 你看看她的眼 你知道她會走過眼運 眼運是起碼走到四十歲 人家四十歲都還在走運 你這個人都不知道過不了三十歲 你是跟本身的福氣大過你的人鬥 說真的其實我們個個都正常過你的 你一走出來 你在網絡就說 大家那麼高那麼低 她的台幾都問Subscribe 什麼七成 你都見過我真人 你都忍不住要摸我的胸口 你到我這裏 大家走出來拍完 觀眾看得到眼睛是雪亮的 你是什麼樣子 你是一個什麼年輕 我不是年輕 已經過了十八歲 是要接受法律形勢 我經常說她是年輕 因為她本身小我很多 你小我那麼多 我不只與你為敵 只不過是你說的話題性 嘩嘩說些市家軍 有view 那我做什麼事 我賺點擊而已 那你又不控制一下這些狗 辣到我 我就吵咬你的狗 也吵咬你 那你現在這一刻 就拿別人的說話 打算辣慶我 我不知道你在盤算什麼 是不是之後有片出 要谷點擊 想炒人氣 還是接下來新世界一條片 是想講究我 嘩快一點 我都真的 求之不得 真的求之不得 我不跟你們的年輕人一出來 嘩好多人喜歡 然後自己是網絡明星 你以為是嗎 我是做了很多年 沒有人認識 然後有人認同我 我的作品 起碼都做了十年八年 才有人認識 我再做十年八年 我基本上在這個圈做了二十年 沒有人認識 我在後面做背景 那些日子 比你紅的日子 小朋友 你想著怎樣搞我 你是搞我不能幹 除非你是怎樣 有什麼痛腳 我被你抓了一隻手 但是我一輩子 我就是不會留這些蘇州屎 給自己說話 你是沒什麼打倒我的 甚至你這樣說話 想著是侮辱我們 但是 只是換來你自取其辱 一個親身驗證自己 是一條垃圾 一條狗口長不出象牙的垃圾 A哥說 前輩見得多了 這樣真是當眾侮辱人也有 然後你看看他的粉絲怎樣回答他 粉絲怎樣看你無用 人家看得到 A哥原來你做雞啊 多少錢啊 有這些嗎 沒有啊 全部都是直指 你這條垃圾 這條垃圾 你真是 你真是 被人笑了這麼多年 自己又不讀書 又不進修 人際關係又搞得是 接著就說人杯葛你 現在做了一間飯科的事 在網上搞了一些言語暴力 你博什麼 博什麼 博什麼 博拉 博拉 好東西的 你就玩吧 我會繼續說 我說這些 有人看 有人知道你的壞事 終有一天你回來香港 或者不知道為什麼 Rose Ma會抽起這條根 突然很積極 走去台灣那邊舉報你 很容易舉報你 Rose Ma那些事 上了香港的傳媒 台灣也有蘋果的 很大件事 你不要以為你自己是陳同佳 尚在安全屋 陳同佳也有政治庇佑 政治保護 你沒有的 Rose Ma那些是避了案的 你自首吧 你自首還減刑 你說自己一時想不開做這些事情 那看法官怎麼判 你好聲好氣 人家也可能不是追究你那麼厲害 到時候坐一會就出來 案底你就留下硬了 但你繼續搞下去 沒事的 我現在就說 喂 陸兒啊 夫婦啊 Rose Ma那些 傳媒報給你鋪了影片 在群組那裡 你是拿別人的明星來搞這些事情 又不是你出的 又是你的管理員出的 那些管理員是你委任下去的 是不是 那群組是你的 怎麼坐都坐到你 你不要想著走法律了 走不甩甩的了 你就搞吧 你不回來 你不被人拘捕之前 你不然你繼續搞我都繼續跟你說 我繼續跟你說 你又辣我不興呢 我會繼續拍 喂 這個男人是這樣的 哎喲 你後來 你身邊的人都走 你的群組 都不知道有沒有五六個人在說話 我留在那些都是等你看 有沒有什麼片 什麼照片流出來給人看 真的很欣賞你 很支持你嗎 傻仔 還是不知別人公司 插了幾十條針在裡面 整個人都丟了些資料 給五仔說 給五仔說 我都不想說 本來我只是想著 你粉絲這麼多口 就說你的粉絲順口 就說你的粉絲順口 就說你粉絲順口 誰知道你的粉絲 心術也是不正的了 打算玩什麼 紫桑罵壞 是嗎 有個比賽嗎 粉絲順口很大 下面寫的那些 人仔是叫雞 希哥是雞 唉 不要那麼幼稚 講完真的是嗎 講完好痛嗎 沒有的 你玩完完的了 沒用 你香港玩完的了 你一回到香港境內 我保證你被人拘捕 我寫包蛋 你肯定被人拘捕 一定 所以 我是勸你自首的 你自首啊 就是減刑 都是減刑 反白重寬 一向都是這樣 怎樣 找法援嗎 打官司 你說我們這邊 你經常說我們連線 其實我們根本不是連線 不過是被同一個人搞 是無容的嘛 那你說 Rose Ma那邊 我覺得他們不用請律師 你要自辯都可以 推了證據出來 你搞了我什麼 搞了我什麼 有你的律師慢慢幫你鬥 看法官怎樣判 但是陪審團 怎樣想你這個年輕 還加上我們這些節外生之事 你繼續跟我玩吧 我也說過傳媒 有幾千人看 大家略略了解一下 慕容的人品 到時候適當的時候 那粒種子就會發芽 那些東西你翻不動了 一開始都打算扮一下 你一開始打算扮一下 你一開始打算扮一下 你夫婦那些 我是打算賣上How much 為什麼別人問得我 我又不問得 我沒心當你是雞的 沒心跑來問價How much 那你現在鋪一張東西 說希哥是雞 你心一向都是那些人 所以你鬥什麼東西 那天鬥不了 你今天決定不能鬥 你只會越做越鬥 在網絡的形象 就越來越鬥 你現在個人認證 這張Story出來 暴容是個大仆街 大仆街 我們看到的了 成功是一個很方便 一開始 才對 我也是 幾乎